请请第三组的披萨来上菜 上菜喽 披萨外形很有创意的第三组 不知道味道究竟如何呢 还是先听听他们自己 是怎么接受的吧 这个披萨饼叫 大大方方 因为它是方的 而且我们这个披萨呢 跟其他人做的披萨不一样 我们由于先人指路呢 我们先把它放进 那个饼放进烤箱里烤了两分钟 然后拿出来 再放上其他的披萨 我非常惊讶 这个披萨做得非常好 首先一点 它这个做的是比较均匀 好像是做得比较规格上来说 它的形状也好 它的颜色也好 它用的这些 你看这些颜色的搭配也好 口感非常好 我非常喜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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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很有趣 我们有三个队友 和三个不同的形状 一是不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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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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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不形状 不形状 只要是不形状 一是不形状 他们这个创意是挺好的 颜色搭配得也很好 也很吸引人的眼球 就是我自己个人的观点是 我认为它就像是 一块那个太平苏打上面 贴了很多东西 这是Cora的意见 我们的三位评委都已经一一品尝了 最关键的是 现在他们就要讨论一下 哪一组是最好的哪一组是最差的 趁着他们三位在考评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我们大师 大厨师赵仁华亲手制作的 一个披萨的过程 究竟是如何怎样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来教教 意大利披萨 需要将面粉 酵母 盐 糖 橄榄油 鸡蛋 水 适量混合在一起 然后揉搓至光滑 用湿布覆盖二十分钟醒发 锅在小火上加热 加入橄榄油和番茄汁 烧开后加入意大利混合香料 和盐胡椒即可 将发好的面团擀成圆形薄饼 用勺子均匀地涂上番茄汁 然后撒上一些芝士打底 接着一片一片地放上节瓜片 再撒上一点芝士 再铺上米兰香肠和番茄片 保持均匀整齐 最后撒上所有的芝士和螺螺液 还有胡椒 放入烤箱上火二百八十度 下火二百八十度烤制香脆 就可以出炉了 好 看到 TESA 原来是这样做成的 我们有请评委代表 来宣布最差的组合 有请 我们有很多谈论 因为完美不是这个世界 当然 最悲惨的团队是 团队 一 1号组合 非常遗憾 非常遗憾 虽然是两位可爱的女生 首次女生女生搭档 但是呢 因为刚才出了点状况 也可以理解 但是虽然你们是女生 也是要来接受我们残酷的惩罚 那就是 神秘惨猪 每时我做主当中成绩最差的一座选手 必须品尝一款特殊食物 并且在规定时间内 各自要吃完一份 选手可以选择帮助队友来完成出发 是什么食物把美女组合吓得如此惨叫 他们又将如何面对呢 休息一下 广告不长 今天老外来做客 我叫路易斯 我是法国人 很喜欢意大利才 他们谁能得到评委的经验 I let me play See what spring is life 他们谁能展示超凡的厨艺 谁能最后获奖 The winning team is 老外来做客 内蒙古卫视 每周六晚9点06分 不见不散 欢迎来到神秘餐桌 今天要惩罚两位可爱女生的是什么样的美食呢 究竟是何物 去看 本期神秘餐桌的主角就是 油炸残勇 它富含蛋白质 脂肪 软磷脂 具有消除疲劳 治疗多种心血管病 可是一道滋补佳肴 油炸残勇 可以试一下吗 今天这就是我们的残酷的惩罚了 没有办法 每一次节目都是这样 最差的一组一定要尝一个 好不好 一般我不吃肉 我都懂 都不吃一般的 都不吃 我可以 我可以让这边那位帅哥帮个忙吗 代替你吃 那是人家的帅哥 戴富贵你愿意吗 你愿意帮她帮个忙吗 帮个忙吧 其实我非常想去 因为它是我的家乡菜 但是呢 既然 这个菜是陈英的家乡菜 他愿意去带她吃 可以吗 可以吗 陈英法 女孩子帮助女孩子 好的 其实呢 这一道油炸残勇呢 在我国的北方 是一道家常菜 也是营养很好的一道菜 我们下韭菜啊 那是非常的乐于接受的 可是我们真的不能接受 我也 来 准备 三 都吃完吗 对 陈英恨不得把它全部吃了 来 陈英 三二一 开始 用手吃了 我们两位挺顺而鲁 我们两位挺顺而鲁 帮助我们的最差这一组 加油 好吃吗 好吃 喜欢吗 可是你还在吃啊 陈英 你真的很想念这道菜吗 味道还跟家乡的一样正宗吗 有点老 有点老了 眨过头了 你可以跟你的美国朋友说 你知道我在中国 吃过什么东西了吗 你要哭了吗 好 好了 这一道这个神秘餐桌的惩罚已经结束了 究竟谁是今天这个环境当中最好的组合呢 马上来揭晓 让我们一道看看 对面的 对面的 做得不好 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 两位特获得的是 我们老外来做客特制的厨师帽 以及意大利文化领事 所带来的意大利红酒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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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米油盐酱醋茶 欢迎老外来做客 下次做客的就是你 相信你做的菜也不错 咱们再会 下周再见 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老外来做客 内蒙古卫视 每周六晚9点06分 我们不见不散